世界盃還有86天揭幕 身為一個專業的皇馬支持者 你猜我最喜歡哪個球星? 是美詩? 怎麼搞的?說了多少次? 美詩是霸賽的 對不起 第一次他來香港 我打算找他簽名,我錯過了 Nionel Anders 乖了…別哭 我帶你找個巴塞型男撐住 真是和美詩仰那麼英俊 相信我吧,走吧 有心情差,你差 我差? 阿秀 你好… 今天來這裡做甚麼 今天來這裡有一個 西甲球迷會的比賽 你代表哪一隊 我代表巴塞龍男 大家看到巴塞的實力 我跟他們有點差距 不要緊,你最重要是男生 坐著來踢才重要 你喜歡哪個球星? 我喜歡美詩 為甚麼我19號… 我連社交平台也有這個名字 也有19號 有些人誤會了是鞋陰 其實不是 為甚麼是19號 因為當年美詩穿19號 他當時還在阿根廷做後備的時候 已經是19號 所以我從那個時候開始追求他 所以我就是19號 那有甚麼個人絕機 個人絕機就是… 坐 跑一塊,說真的,跑一塊 因為我學踢球比較遲起步 我想是初中才開始踢 一開始的同學 小學已經開始踢 籃球不同 中學才能打,因為你不夠高 但你小球已經開始踢 所以人們已經比我厲害 但我跑得快 所以剛學踢球時 只有一個優點,就是跑得快 拿到球不起來 就在我旁邊跑進去 然後就甩球 所以我想我的絕技就是跑得快 但這件事沒法示範 所以就很窄 不要緊,我們今天可以示範一下敵方 果然是男神 雷雅如風,真是 很棒,這個很英俊 很棒 世界盃還有86日期末